5月30号 马薇薇发文回应了此前在我家那小子节目中谈到的网恋主动给对方转钱被骗一事 称恋爱吗不就是人傻胆大才敢干的事吗 我很伤心于被欺骗 但是我很快乐于自己37岁高龄还能勇敢去爱 而且还能继续去爱 据悉此前在节目当中 由于马薇薇亲口谈到自己曾经与网上聊天长达两年多 见面仅三个小时的男朋友主动转大量的钱 然后被欺骗的经历引发了网友们称 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为零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言论 微信聊天聊了两年多 聊了两年多只见了三个半小时 不就是网恋吗 三个半小时 这个女孩子很傻 付出了什么 大量的金钱 人家都没有说让他转 然后我主动转了 他自己主动转给他 他付出了大量的金钱 三个半小时这么快大量的金钱 然后对方没回 就是网络诈骗啊 这真的是诈骗 芒果老新闻 37岁的少女也要继续追求爱情啊 报道 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